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羽谭的最新动态 随着西班牙赛落幕 三月份的世界羽谭赛事演起席鼓 国瑜有收获拿到12个冠军 但也有遗憾两战比赛与冠军无援 瑞士公开赛输得最惨 法国公开赛时与其收获难单 陈清晨 贾依凡收获女双冯燕哲 黄东平收获混双 共三项冠军 在全英公开赛紧正思维 黄亚琼笑到最后 收获一项混双冠军 德国青年国际赛国瑜小将迎来高光表现 王子俊 张志杰包揽难单冠亚军 陈永瑞 陈哲涵收获难双冠军 范陈淑田 刘家月勇多女双冠军 胡克元 刘家月 林祥义 刘元元包揽混双冠亚军 奥尔良大师赛 国瑜仅仅是成兴 张池收获混双冠军 瑞士公开赛国瑜与奖牌无援输得最惨 瑞长大师赛王正行流量包揽难单冠亚军 谭强 周浩东收获难双冠军 周志宏 杨家仪 郭新娃 李倩包揽混双冠亚军 陈孝飞 冯雪莹收获女双亚军 西班牙大师赛只有成兴 张池收获混双亚军 3月已成为历史 4月已经到来 4月国瑜有两大赛事 国瑜筹出满至大展宏图 一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比赛在9至14日在中国宁波进行 赛事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双五项比赛 国瑜全主力出动 为拿到巴黎奥运会满额指标而战 亚锦赛男单石宇齐 李诗峰 翁红阳 陆光祖出战 女单陈宇飞和冰娇 韩月王芷一出战 男双两尾坑 王场陈百扬 刘毅 刘宇晨 欧选义和季庭 任祥宇出战 女双陈清晨 贾一帆 张书贤 郑宇 混双郑思维 黄亚琼 冯燕哲 黄东平 蒋镇帮 魏亚新 成兴 陈芳会出战 这次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是洲际单向赛事 日本 韩国 印度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中华 台北 新加坡等也都是全主力出战 竞争将十分激烈 谁将最终夺冠富有悬念 2023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国瑜紧蒋镇帮 魏亚新拿到混双冠军 男单冠军是印尼金庭女单冠军 是中华台北戴姿影 男双冠军是印度蓝鸡雷帝 谢提 女双冠军是日本福岛游记 广天采花 七年国瑜状态好于去年有望拿到两到三项冠军吧 二 汤油杯比赛 汤油杯比赛4月27日至5月5日在中国成都进行 是对每个协会整体实力的检验 国瑜依然是主场作战 国瑜男团是汤姆斯杯头号种子 女团是游博杯头号种子小组循环赛近级没有悬念 淘汰赛才是真正的考验 汤油杯国瑜 石宇齐 李诗峰 两尾坑网场 陈宇飞和冰娇 贾亦凡 陈清晨等主力出战 志在重夺汤姆斯杯游博杯 �尽